来隔空比心三连拍 看看两位可不可以默契的 完整的比成一个心 就是我们要拍三次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每一次对方会出什么样的 比心的形状 其实你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是随机的 所以我喊一的时候 你们就同时比 看看你们能不能比出一个心 然后喊二也是 喊三也是 看看能不能成功 你们要提前商量一下吗 还是就真的随机 就随机吧 好那我们就真随机了 来我们首先准备好 一一 不是合成一个心吗 对合成一个心 好 那我们这个重新来 来三二一 一 我应该这边 对 很默契的出了同一边 好我们重新来 刚刚第一次 对第一次没有比成功 然后来第二次 来 二 是要不一样的吗 一二三了都二了 我以为就是同时 看能不能对上位置 这样我们马上就三了 要不要两位就是稍微商量一下 找一找位置 三你要做一个什么 三 对 还有什么比性方式 咱还没比成过呢 好 这样 这边 好 对 好我们准备好了 没有 好 准备好了 来 三 我手力一点 对 力一点 好 差不多 勉强可以拼出一点新的形状了 好 那我们这个 基本上算是拼成了 我们就满足剧粉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就用刚刚那个笔心的那个手势 然后在笔心的同时呢 再说一句谈亲说爱一见亲心 咱们剧中的这个这个话术 好不好 我们同时一边笔心一边说一下啊 来 我们准备好 我们这个吗 还是 对 你们可以商量 这个这个都可以 看你们怎么比怎么舒服 老师帮我切一下大一点的画面 谢谢 你手力一点 你手力一点 对 然后 差不多 可以 嗯 好 来 三 二 一 说什么 谈亲说爱 谈亲说爱 一见亲心 来来来 对不起 好 来 三 二 一 谈亲说爱 一见亲心 好 谢谢 但是你们这种就是互怼式的 反而也是让我们就是有一种剧粉很圆满的感觉 但其实就是在现场这个追剧 然后科剧中这个CP的也不只是我们网友 其实你们没有发现的剧中的演员 也有在现场默默的科剧中这两个角色谈亲说爱的 我们收集了这个现场的证据 我们请道布老师放一下看一看啊 我最喜欢谈亲说爱的镜头应该是晚清小姐喝多了 然后呢 我们司令把她抱在了床上 然后晚清小姐把我们司令认错了人认成了光药 然后并且夺走了她的吻 这个桥段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司令呢 就能看她的这个小表情啊 心理活动 小鹿乱撞 然后又非常的有醋意 感觉自己头顶清清草原 然后想要去证明一些什么呢 但是又无能为力的这种微妙的感觉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小的 以至于到后来 她要用一盆凉水来让自己冷静下来 人家明明在磕CP 然后你们在研究她的那个呆毛 嗨 洪哥 一看就是刚睡醒 然后起来被过路的视频 你们有 你们有知道她在现场默默的磕之中这个CP吗 她每次就是我们亲亲啊 或者说就是这个抱抱啊 这种戏的时候 她永远都会在旁边 然后就是 就是编剧一定要让她在旁边 然后感受这个氛围 她做错了什么 要接受这样的惩罚 既然她都已经顶着这个呆毛 刚刚录了这个视频 所以咱们两位 要不要回应一下 她刚刚这个说的话 刻的这个CP 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 我们先请兴许吧 好 那天 那天就是 这场吻戏应该是我们第一次 对吧 然后就是 然后又加上那样的剧情 就是她把 把谭轩林误认为是徐光耀 然后谭轩林的那个反应就是 又蒙又 又气 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又 又就是这个这个吻来的突如其来 就是就特别像是同哥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感觉 那静怡呢 静怡呢 静怡有没有什么要回应同哥刚刚那段说话的 我觉得这场戏可能就是两个人都 以为对方在 就是互相的误会吧 就是可能孟晚清 哦 谭轩林觉得 孟晚清把她当做了徐光耀 但是孟晚清觉得 哦 我都这么主动了 你是不是就是 就是互相的一种 对 误会吧 然后就像对谭四说 孟晚清和谭轩林 真的哪哪都有你 真的是哪哪都有 真的是 其实她也很痛苦 好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在发唐的同时呢 好像静怡还准备了一个恋爱小课堂 就是